香港又有一家发型屋开张了 张学友 郭富城 张国荣 梁家辉 及九位露面的陈亚伦都纷纷道贺 在筹避这个在台湾的唱片的事情 这还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 哥哥张国荣所到之处 记者绝不放过拍照的机会 大家紧张地追着他 把放在旁边的花牌也推倒了 很多未能出席的艺人都有制送花牌 像身在法国的张曼玉 快要结婚的沈家伟及秋淑珍 比较低调的关志林及周星驰等等 老板为了招待贵客 特别把会场布置得有如一个party一样 这种环境最适合外表新潮的李灿森 但想不到幸好男人张学友 也十分接受这样的场面 怎么样的场合也好 我还是会来啦 因为那个老板啊 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 那所以他今天开幕 我是一定会来的 还好啦 也不会说很不习惯这样子 还好还好 大家都表示出席是冲着老板的面子 而且玩着十分的开心 因为我跟这一家发型屋的老板 非常的好朋友 Herman我跟他已经有十多年的朋友了 因为Herman是我好朋友 今天很高兴 还有好朋友开店了 我的运用发型师 今天开幕很开心 我觉得他比他结婚还要隆重 还要厉害 一队新闻两广城刘天影香港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